哭到停不下来,这几部动画太感人了吧 接着话题,动画电影合集 五部让你潸然泪下的动画电影 第一部,飞无环游记 电影的前后联系情很强 前面大量的时间讲述了老人的爱情故事 就是为了之后去南美洲做铺垫 影片的大量片段都是没有对白 只有音乐和故事的 但是并不会让看的人觉得法味枯燥 第二部,你的名字 作为新海城第一部登陆中国影院的电影 不得不说,反响还是很好的 细腻的画风以及温情的故事 都深深地打动了每个人 还没有看过的小伙伴,不要错过了 第三部,萤火虫之墓 很感人的一部影片 14岁的哥哥和4岁的妹妹 在失去母亲后相依为命 在洞穴里生活着 生活虽苦,但是很快乐 然而好久不长 最后妹妹因为身体衰竭永远离开了 第四部,萤火之森 这部动画最感人的一幕 就是他们拥抱在一起的时刻了 还有赢的那句 反正发动是看哭了 你呢?第五部,四世青春 这是由三个小故事 组成的一部动画 父母与孩子的感情 姐妹之间的感情 情侣之间的爱情 总有一个部分 可以触动你的心灵